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5年4月 于淮铁路竣工 2007年 于淮铁路全线开通货运和客运业务 此时距离于淮铁路全线开通过去了16年 16年来 这条铁路给沿线地区发展带来巨大动力 被誉为重庆东南方向的黄金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于淮铁路修建之前 武陵山区的许多人从未见过火车 坐火车走出大山是沿线群众共同的梦想 寄托着沿线地区群众希望的于淮铁路 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铁路 于淮铁路沿线地形地质复杂 工程异常艰巨 线路两跨嘉陵江 长江 三跨乌江 穿行于乌江河谷河武陵山区 特别是从福林至有阳一带 是中国著名的石灰盐融地区 地质灾害严重 曾被视为铁路建设的禁区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 于淮铁路建设之间距可想而知 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 于淮铁路的建设者们 毅然担起重任走上工地 2000年12月16日 于淮铁路在重庆宣布开工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对开工致以热烈祝贺 于淮铁路建设总指挥部 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 边建设边攻关 成了于淮铁路工地上的常态 其中位于武隆的于淮铁路 黄草乌江大桥就是典型例子 于淮铁路黄草乌江大桥 全长410.65米 最大跨度168米 是当时全国铁路 双线桥跨度最大的桥梁 被称为中国铁路第一跨 因地理环境复杂 桥梁建设者们面对众多技术瓶颈 整座大桥总用混凝土量 多达3000多立方米 但由于地理环境限制 现场连可供车辆掉头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采用常规的混凝土 大型灌车倒运 吊车吊装运输等 不但混凝土质量难保 造价也高得惊人 技术公关成为唯一的选择 项目组创新定制出 远距离泵送混凝土施工方案 自行设置一套精密的 混凝土自动计量 搅拌及泵式运输设备 又在输送馆出口端头 安装一套辐射装置 使之能够将混凝土 输送到以搅拌站为中心的方圆 600米范围内 整个工序只需十多人 功效比传统施工方式提高了几十倍 类似的瓶颈项目组突破了许多 在技术创新的同时 中国铁剑大桥局 还对施工废料等 进行防泄漏无害化处理 保证项目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以服役十多年的 于淮铁路带来了一系列可喜变化 并将继续带着沿线群众的希望 朝前跑 于淮铁路建成通车 使川域地区与东南沿海的 客货运缩短270至550公里 使重庆到淮化的时间 从18小时缩短至8小时 这一优势很快得到体现 2007年4月 于淮县货运量仅为1万余吨 5月就达到了4万多吨 而到了9月 这一数字狂升至13万吨 据统计于淮铁路开通 使得沿线70多个城镇受益 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益 超过2000亿元 为何于淮铁路有这样大的作用 于淮铁路修建以前 重庆向东的道路有香鱼、川前、交流 香前四条铁路干线 这四条干线东西相距400多公里 南北相距800多公里 在当中形成了一个面积近 24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空白区域 而于淮铁路在这块空地区域里 画出一条对角线 成为重庆通向沿海的捷径 换句话说 于淮铁路将重庆 与中南地区、华东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 连成一体 同时也承担起了川渝地区 往来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区 货运量的一大半 马树林认为 于淮铁路建成通车充分体现了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沿线工业、旅游业发展局面焕然一新 更为招商引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它的建成对重庆有着重大的意义 而淮鱼铁路的故事如今还在续写 2020年12月25日晚 随着淮鱼铁路二线全线开通 淮鱼铁路正式进入复线运营模式 运营提升四倍 沿线1300多万人口收益 2021年8月底 淮鱼铁路危沿体防护措施完成施工 也正是这项工程让淮鱼铁路再次走向公众视野 成为了一个小网红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20年 淮鱼铁路线上方几百米高的山体 被脚手架包围 施工人员悬挂在峭壁上作业的视频走红网络 网友将其称为悬崖上的超级工程 这项超级工程位于于淮淮铁路线 白沙驼至白马区间白马一号隧道进口处 该隧道进口与小角帮沟大桥相连 桥长142.16米 隧道所处山体垂直高度约380米 鬼面距山顶高约330米 小编前面提到过 于淮铁路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 线路穿越崇山峻岭 深沟峡谷 因地势险要 各类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2017年铁路局工作人员日常勘测时发现 淮鱼铁路经过的白马一号隧道进口上方的峭壁上 有一条裂缝 并分布着高达2万吨的微掩体 其中又以宽72米 高76米 相当于25层楼的高度 面积等同于13个篮球场的 一号微掩体最严重 随时都有可能崩落危及途径列车的安全 经过多方认证商议后 决定给这座悬崖批一件钢甲 并期待这件钢甲能够时刻保障铁路的运行安全 特别是在汛起雨季时发挥作用 这一看似天马行空的方案 执行起来的难度却是世界级的 工程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 一是垂直立体的脚手架高度 二是世界首例 原位加固 同时这也是目前国内难度最大的微掩体防护施工项目之一 施工人员需要像蜘蛛人一样悬吊在空中 然后依次清理微掩 打刷泼面 钻孔安插毛杆 穿绳挂网 最后把4万多平方米的钢丝网 牢牢地罩在了整个悬崖上 相当于一边飞檐走壁 一边穿针引线 由于材料设备运输量大 运输通道又受到施工场地的限制 因此施工不仅难度大 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另外施工人员还要克服高空作业带来的一系列困难 尤其是遇到风雨天气时 作业环境更加恶劣 因此所有参见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 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 智山斗水的大无畏精神在这里仅仅是一个缩影 万里铁道线上 13万城铁人迎南而上 顶风貌雨 湛山斗水 为保障大动脉的安全畅通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021年8月底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 这一超级工程终于完工 有了这件钢甲 围炎体终于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山体上 这座悬崖也被亲切地称为钢甲山 从航拍照片和视频中可以发现 钢甲山雄伟壮观 一整面峭壁的钢甲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 钢甲山完工后 由于其山顶被完全削平并铺了路 没想到意外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观景台 随后被一些航拍爱好者发现 从而走红网络 对悬崖上的超级工程 网友们看了第一眼 往往是惊叹 太险了 下一句话 紧跟着就是 既然山体这么危险 为什么要在山下修铁路 为什么不修个隧道 把铁路罩起来 针对网友的质疑 福林公务段 桥穗科科长郝郑州回应 于淮铁路经过的 重庆、乾江、秀山、贵州同仁 以及湖南淮化等地区 市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 和贫困山区为一体的地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安排 再加上当时车站、设站、县位、运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 线路穿越的地区难免峡谷陡峭 勾身鹤险 郝正川介绍 在整治方案论证时 确实有一个建设 蓬栋遮盖该处跨沟谷桥梁的方案 但其中的一号危岩体 有11,650立方米 重量约25,000吨 蓬栋不能抵挡 危岩体崩塌后对铁路桥的冲击 遂被否定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不可思议的奇迹工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